强力护鱼,将越台飞中线,谢强一备战 行政院长江仪化昨天上午宣布 对菲律宾进行制裁后 国防部立即启动联合护鱼操演 海军既得级马弓舰 昨天和海巡署的伪星舰会合 在经国号等战机空中掩护下 预定今天清晨5点 抵达我国战定执法线北纬20度海域操演 侧应海巡护鱼任务 并往南继续挺进 展现国军护鱼实力与决心 海巡署的伪星舰昨天下午3点多 从高雄港一港口出发 出发前罕见地将船手20机炮的枪衣取下 显示舰艇人员随时备战 武装护鱼的决心 马弓舰半小时后 从高雄港二港口出海 船上舰炮同样卸下枪衣 海军人员就战斗位置 站在舰炮旁边 两舰将在海上汇合 搭配两艘海军猎雷舰 进行巷岛穿越操演 模拟由猎雷舰 清除航道的水雷 让马弓舰和尾星舰 顺利穿越航行 并和金国号战机 在小琉球南边进行反快艇 反空中攻击等操演 不过昨天立委质询时 国防部说军舰第一级要请示部长 海巡署说现场指挥官 可是现场状况开枪 火炮则要请示署长 双方互推开火授权 立委痛批互于决心不足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昨天也通过提案 对于任意枪杀我渔民的他国船舶 应示为海盗行为 立即给予强力火力反击并击沉 动新闻综合报导